明明虎虎 神神叨叨的 梦里和现实我都快飞无惊了 面对母亲被逼债者侮辱 儿子持刀将对方刺死 用一把水果刀刺向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力 错过一些事 错过一些人 这几年里面没有说一个人都是静止不动的 你改变不了过去 你又只能改变你自己 你不然你自己一直背着包袱往前走 何必呢 会有另一条路等着我 我先把我试一趟 你没试 这也没认出来的浴环 我没试的时候转一圈 你看这树 我记得以前这个树都是小树苗 现在这树都得十米高了吧 赶上这个楼高了都 这树是你家的 对 你看后面这草都没收拾 这些活什么的我之前都干完了 这个是个炉子 烧起来的时候之前可暖和的 我以前还在这里面睡过觉呢 于欢已经有一阵子没来过母亲的工厂了 厂子位于山东辽城灌县工业园 2009年于欢的母亲苏银侠用800万元买下了这处县里最好的工业园区厂房 如今部分厂房和办公室已经转租出去 偶尔开工设备大部分闲置 这家工厂曾是贯限乃至全国关注的焦点 六年前正是在这里 22岁的于欢持刀刺伤四名催债人 其中一人死亡 山东辽城女企业家苏银侠因借高利贷被催债人限制人身自由 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 推散拍打等 人员的具体侵害行为 团伙成员裸露下体羞辱苏银侠 持刀捅刺四人亦死三伤如义 一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一个好消息今天呢我终于要订会了 好多网友都在一直在催 然后让我妈说 赶紧时间让我找个媳妇找个媳妇 这次终于完了就能实现这个愿望了 2022年8月5日 有媒体爆出于欢结婚的视频 她也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和过去相比 于欢看起来成熟了不少 一审时于欢被判处无期徒刑 山东如母案登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掀起民众和法学界 关于正当防卫的讨论 后经二审 于欢被改判五年有期徒刑 2020年11月 于欢获得减刑提前出狱 在我们决定在一块的时候 我也给她说过 就是我以后可能会面临一些 什么样的问题 以及我们两个就真正在一块 以后的子女的一个教育问题 和一个就业问题的时候 我都给她说过这些东西 她是接受的 就是基本上没什么思考 当时我有什么打动你的话 没有 就是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觉得小伙子比较实在 然后哈哈的小傻的 然后当然了有点可爱 然后后期的话就觉得 有点小粉丝吗 当时我记得是我们在上学吧 我们也在讨论上学的时候 我也习惯了 就是在大街上 有人给他打招呼 然后我们也就笑着回应嘛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没有公开 父母首先就是反对的 更别说身边的这些闺蜜啊 朋友啊什么的 就觉得你小姑娘 也不比别人哪里 就是少点什么差点什么 为什么非要找一个 就是有过过去的孩子去结婚啊 然后也在劝做我的工作 我想的是 就是我跟她在一起的这个 决心很坚定 我跟她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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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狱至今两年间 余欢找过销售的工作 也有老板找上门 开出丰厚薪酬 希望签约她做直播带货 但她和家人最终决定 还是做些踏实的事情 她开了属于自己的零食店 欢取自自己的名字 来客则是英文like的谐音 意为欢迎来客 贯献现成不大 余欢一家的故事几乎近人皆知 这家店称得上是当地的网红店 不时还有外地客人慕名打卡 认出余欢的人会主动寻求合照 无数细节都会提醒余欢 她是个有过去的人 对于我个人来说 如果不是说有那么多人去支持去关注 可能我今天我真的是不会坐在这里 应该算是一种面向于社会 或者说面向于媒体的一种回应 因为时隔那么多年 其实过去你说忘也忘不掉 我觉得之前的这些经历 对于我来说也不算是什么阴影 因为我自己能坦然地接受它 是偏向于现实的 你改变不了过去 你就只能改变你自己 你不然你自己一直背着包袱往前走 何必呢 自己活得累 别身边的亲戚朋友看着眼泪 没必要 余欢1994年出生于山东贯县 父亲曾是个公务员 母亲在当地经营一家工厂 生活条件相对富足 但父母工作忙碌 并没有给予余欢太多关注 他性格内向 成绩普通 没什么爱好 也没有太多机会规划未来 高中毕业后 在父母的建议下 他放弃了拿到手的 大专录取通知书 留在了自家的厂里帮忙 其实十八九岁的小孩 自己的想法不多 以家里人的想法回主 在我当时上学的时候 我们家对我的学习什么的 就关注度没有那么高 就完全是放映 他们对我自己 也没有那么大目标 因为毕竟以前有工厂 还是想从工厂里面锻炼出来 及时能够接手 路线图已经画好了 2015年大学开学季 余欢去了躺朋友的学校 那是她第一次走入大学校园 也是和校园生活的一次告别 在母亲的工厂里 从打扫卫生到监控机床 余欢干遍了所有的流水线工作 在母亲的印象中 余欢干活细心 从没有出过错 按照设定好的人生剧本 余欢将接手工厂 在家族企业里干一辈子 让余欢没有想到的是 这样平淡顺遂的人生 会因为一场暴力催债被彻底改写 因公司资金困难 余欢的母亲苏英霞 曾向当地的高利贷借款135万元 月息10% 在支付本息184万 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 仍无法还清欠款 2016年4月14日 高利贷团伙上门催债 在亲眼目睹母亲苏英霞 被高利贷催债者施以扇巴掌 将头按入作便器 当场退下裤子 强迫苏英霞直视等鼓入行为后 余欢拿起旁边的水果刀 刺向对方 致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 其中一人 后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事情的经过 余欢不愿再展开回忆 从此成为一家人口中的内建事 2017年2月17日 山东省辽城市中级法院一审 以故意伤害罪 判处余欢无期徒刑 你做梦境 梦到外面的这些东西 拉你拔刀的什么都有 就像我们以前看刀梦空间一样 就是梦里和现实 我都快飞无惊了 在你能看得到的未来里面 你是没有希望的 我都想到我有来世了 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大过女孩的时候 那时候 因为北方的腊月天气挺冷的 你能够听到 在那个康所外面 万家放鞭炮的那种声音 啪啪的 电视里面春节晚会这样的 你会心里特别难受 可能我就会起来 用两盆凉水 用几盆凉水 夸夸地往身上浇一下 在狱中 犯人每天早上六点起床 排队洗漱 进行劳动改造 于欢被安排在监督岗位 协助管理狱友的生活秩序 十人间的监设 是一大通铺 24小时没有独处的时间 于欢是当时监设里 年纪最小的犯人 还没有从巨大的冲击中反应过来 不愿和人接触 有育友从新闻上了解于欢的故事 来找他搭讪 后来于欢才知道 对方曾是一个中学校长 于欢后来跟着他 去图书馆看书学习 慢慢尝试打开自己 他还试着读佛经自度 让自己平静下来 于欢入狱的同时 他的父母姐姐 也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被判入狱 一家四口身处狱中 看守所外 于欢的姑姑于秀荣 却从未放弃拯救侄子 她开始为了于欢四处奔波 不知道这三年怎么过来的 一直都是敲水式 点蜡烛 敲水 这里还有什么些蜡烛 没点蜡烛 要不我们家的条件 还在停留的16年的时候 老实有点还是跟不上 因为这三年又有什么收入 就这样一年一年来到 说一个农村的一个妇女 她能有多大能力啊 她的体重不重 然后身高也不高 但是在那个时候 她真的是 是我们家里的一座大山 去为我们家人去顶着 每一次我要去会见律师 还有需要调查的一些东西 她都要去跟着去准备 去监狱里面去见我的话 可能她要早上六点钟 坐最早的搬公交车 到那儿的话应该要两个多小时 然后再在那里等一个多小时 见我的话也就见个十多分钟吧 这是我入监三年以来的 我和我姑姑的同情 然后我没想到她能保存的那么好 每次您来会见我的时候 神策匆匆 快步向我走来 满脸焦急的模样 我知道您是担心我 担心我一直都在监狱里面吃苦 很感谢您每次来都给我加油打气 带给我希望 其实我没什么比别人强的地方 但我有一个伟大的姑姑 家里这么多事全都压在您身上 让您受苦了 记得当时写这个信之后 眼泪啪啪地往下掉 就在那几年吧 就和死人一样差不多 然后但是你能有一个真正的怯人 坚定不移地站在你身边的那种感觉 是不一样的 就相当于你快 在你即将要淹死的时候 一个人给你递过来 一个救生圈那种感觉 你能够得一款戏 而且是你唯一的一个惊人寄托 与此同时 经过媒体的报道 乳母案引发了全国的广泛关注 2017年5月27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公开开庭审理该案 6月23日 山东高院认定 余欢署防卫过当 改判余欢有期徒刑5年 该案件后来入选2017年 推动法制进程10大案件 好多人都在公开地去支持一个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人 希望我好 希望我能加油 希望我回家之后 有一个幸福的一个家庭 姑姑的牵挂和陌生人的支持 给了余欢坚持下去的力量 余欢也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担心和社会脱节 她心中始终绷着一根弦 一有空她就看书学习 从小说到专业书籍 涉猎人文哲学法律经济 这些文字也成了她力量的来源 记得当时《试铁生试鞋》那边 她说在我站着的时候 我会怀念跑的那种感觉 在我坐轮椅的时候 我会怀念我站着 在我躺着的时候 我会怀念我坐轮椅的时候 就是你永远不要去想 想那么多 然后先把自己当下的给做好 谁的人生不难呀 人家那么难的时候 还可以去为了活着而活着 为了坚强去坚强一点 去想那些特别浮夸的 离你自己太远的一些东西 虚无平平的东西 没什么用 你可能要考虑一下回家之后 虽然说他们是在讲过往 但是我听起来就像今天事一样 后过的时间她真的是错过了 你可能会错过一些事 错过一些人 然后错过一些场景之类的 她部分是弥补不了的 这几年没有说一个人 都是静止不动的 就等着我 这不可能 社会也在变 人也在变 事情也在变 Hello 大家好 我是于欢 这是2020年的第一场雪 也是我回到家之后的第一场雪 也希望用这场雪 来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 迎接一个全新的生活 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的关心 姐姐于家乐比于欢早些出狱 为了能让弟弟更快适应 她省下工资 买了一部手机 还帮于欢注册了微信 取名 归来去 她教于欢 试着用视频记录每天的生活 于欢将视频发到网上 偶尔直播 总有网友点赞留言 期盼她开启新的生活 当时真的是睡不着觉 十天左右吧 一天睡两三个小时 是大脑始终她就不休息 她就很亢奋 因为白天的时候 接受的这些事物太多了 比如说一些人际关系 还有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 还有接受一些采访 这些东西都好多好多 还有来自于网上的一些评论 或者说是一些赞赏 这些东西都有 因为每一天都有 我当时 我都不敢在这个社交平台上 回复网友 包括好话我都不敢说 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害怕就紧张 出狱后的余欢即将粘入而立 她也在试着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 父母曾借出一百多万外债没有要回 余欢利用在狱中学到的法律知识 收集了借条等相关证据 最终为父母打赢了官司 这件事给了余欢不少信心 她还独自帮母亲去讨要欠款 也为员工补发了五年前的工资 她把这个货柜给安装好 然后今天还在安装这个照明 门牌也在安装过程中 学历不高 留有暗底 缺乏社会经验 余欢的求职之路并不顺利 多方尝试后 她决定开个临时店 当初为余欢辩护的律师 借给了她一部分启动资金 她租下了一家店面 为小店起名欢来客 2021年10月余欢的小店开业了 非常感谢大家 欢来客游选 余欢店 这家临时店成了当地的网红打卡点 甚至有临线的大叔下了夜班后 骑行30公里 专程来此支持生意 临时店定价低 秉承薄利多销 生意不错 余欢每天从早忙到晚 回头客居多 总能和余欢聊上几句 就说 余欢还帮着姑姑看了早餐店 就在自己临时店的旁边 过去几年 姑姑在外奔走 余欢希望能多为姑姑做些事 趁我姑姑的圆破 是吗 是的 去的 m 给您买了电灯葫芦 别人家錄下来了 謝謝 今年年初 在一次朋友聚會中 余歡和一個叫常立丹的姑娘相識 對方熟知她過往的一切 開玩笑說是余歡的小粉絲 兩個人很快墜入愛河 再最後一個吧 那時候我剛開始跟她見面的時候 我覺得她可小了 她還穿了一個毛毛的衣服 就是個弟弟嘛 然後後來溝通起來聊起來 感覺思維和思想上還是挺成熟的 屬於那種比較溫順的那種性格的 比較溫柔的那種 沒有什麼暴躁的脾氣 之前我也擔心 會不會比較暴躁呀 但是其實沒有 在這種瑣碎的事情上 她能把我照顧得微不至 然後讓我心滿意足 我就覺得挺好的 就一兩個月之內吧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她是可以 就是讓我去深一步 或者是 就是 託福終身的那種男孩子 我是早早地把心就交出去了 出獄兩年 余歡完成了成家立業的人生大事 也成了家裡實際意義上的頂樑柱 一路走來 余歡覺得自己收穫了不少善意 她變得更加平和 也常常願意盡極所能 為他人提供幫助 去年七月 河南多地暴雨 她還曾和朋友籌錢 準備了食品和水 連夜奔赴河南救援 經歷了極具變化的人生後 余歡正在努力 讓自己的生活回歸正常 去幫助更多的人 也是盡自己最大的一個努力 她認出來了 我剛開始了 我最少看了師弟 好 進來 我算是 這個司法改革的一個受益者吧 可能如果說不是這樣的話 我可能 要四五十歲才能夠回歸社會 到那個時候就真的是 已經到中年了 我現在就是已經很知足了 好多人都在 公開地去支持一個 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陌生人 希望我好 希望我能加油 希望我回家之後 有一個幸福的一個家庭 也因為有那麼多人 對我的一個幫助 所以說我今天 我能夠早日地回到家裡 自己無論是做什麼 你不能對不起 以前所信任你的這些人 你說讓我忘記 可能我也忘不掉 經歷過這些東西 我會對自己說呢 好好地去做事情 讓我不去做這些 越線的一些行為 可能你是無意地 做出的這個行為 但是你的無意的舉動 對其他人造成一個更大的傷害 也要為你自己的行為負責 我不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就想把自己做好就行 我能夠對得起自己的內心 對得起我自己的價值觀 然後做到不坑別人 對吧 然後實實在在地去做一些事情 就行了 而且尤其是 加上 您